Hello 大家好 我是斯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道 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一 暑假都快过完 虽然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分别 我也没什么太大感觉 不过对于打工仔来说 不要以为暑假不关你事 因为去到9月1日后 很多家长车和学生哥都会和大家逼迫上班 所以特别是在7月底8月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觉得上班的时候 就特别快 特别爽 因为少了人 但是播多几天之后 仍然都会居水马龙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就需要留意一下 需不需要预多些时间出门口 这个自己分析 好了 跟大家看看天气 现在的气温是28度 外面多云 偶中是天音 天文台就说 原本就说打风 但是那个风就停留在海边 拖拖拉拉 迟迟都不动 所以就搞到原本以为还风还雨 但是最后又没什么了 风呢 而且这次也不会过来香港那边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不过当然了 一定会附近有些骤雨 所以大家都是由明天开始准备要带傘 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32度 吹轻微致和喚的南风 好了 跟大家看看新闻 昨天香港小姐 结果出了路 跟大家看看 无线TVB的香港小姐竞选2023决赛 圆满结束 赛前是是非精的刘庄船 就夺冠 刘庄船今年21岁 香港读书 跟她的师姐冯盈盈一样 都是读营养学 只看外表已经极具冠军相 随时会成为冯盈盈2.0 庄子船的社交平台也不乏私生活的靓相 除了经常去晒身材之外 加上她是走纯情样子风格 有点像韩国女神的I.U. 参赛期间有报导说 刘庄船不受候选佳麗欢迎 更加说她被杯葛 原因是因为她在众佳麗面前摆款 引起大家的不满 刘庄船自从被指成为大业之后 更加目中无人 说是一个十分势力的雙面人 之后被爆 喜欢黏着幕后取得好处 不时也向幕后工作人员 大献殷勤和卖口乖 因此令到一大班候选佳麗感到相当反感 除了叫做大献殷勤之外 早前在活动的时候都突然表现得软弱 她突然自认身体差 说自己很容易病 希望决赛的时候能够身体健康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是大热门 所以引来其他人眼红的时候 是非前身的她就表示 我会做好自己 别人怎样看是别人的事 把口就在别人那里 EQ可以说是相当高 最后她曾经因为压力爆布 突然之间出疹 需要入院治疗 她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她就说 其实那晚就是凌晨来的 突然之间家人就发现她的臉又红又肿 于是就飞奔去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接着在两天内就打了七支针 刚巧在昨天就烧了红肿 如果不是呢 那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我在想着 究竟待会不会有些媒体 又会找完港者冠阿贵的幕后资料出来给大家 因为通常媒体都在做事 我有印象在去年香港小姐那时候 林玉慧她特别多的历史 然后传媒在同一个下午已经找出来了 所以待会就慢慢等下 看看还有没有香港小姐的爆料 如果有的话 今天就再和大家做多一单娱乐新闻 不再在这里说港者了 直接跳过去下一单新闻 关于那个长洲东堤小屋 之前就和大家提及过的 46岁的那个男性她就获救了 接着她又被人发现 现在是全香港都知道你分爱情 和她身上是藏有非法药物 亦都将会被警方去控告 结果就在昨天凌晨 这个男子就在尖沙咀的一栋大厦堕楼 最后就倒饿了在天井身亡 据了解这个人就是任职财务公司的职员 她虽然就已经结婚 但是和40岁姓许的发言屋助理就相亂了两年 她搬出旧居后就和姓许的女友 就同住在乔峰大厦的一个低层单位 但是两人就卷入去一个长洲度假屋的命案 总之这宗新闻真是彻底悲剧 即是叫大家都走了 真是都不知道怎么说 好了 下一宗新闻 团赤隧道地下的陶生门突然之间就弹出党路 管道慢线暂时就封闭 在昨天的夜晚7点 警方就接报团赤隧道一块1米乘1米的物件拱起了 影响駕駛人士 大家不要觉得很小事 因为她是说在地下的门突然之间向上揭起了 其实这些门如果车看不到走过去的话 是等于直接剖开了你的车底 当然不是说好像那些恐怖片那样剖开人 但是剖开车底的话 你整个底的零件在下面 你刮到烂了損了 会不会爆炸有机会 跟着车失控周围撞的时候 就大混乱了 所以这些板一拱起是极度之危险的 不是说旁边有门撞爆它就行 这些陶生门很硬的 你用车撞下去的话 是说你的车会破坏到门 就可能只是花一点点 如果有人没留意到 一下撞下去的话 那就麻烦了 真的随时死人都不出奇的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昨天公告 就说为了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就由今天起 证券的印花税就会实施减半征收 另外为了促进融资债券的业务功能发挥 更加好去满足投资者的合理交易需求 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上交所、深交所、不交所发布通知 修订融资融券交易细节细质 总之就是那些保证金的比例就会下调 相信就是想吸引人去投资A股 希望会有更加多的资金 涌入国内的股票市场 国内的股票市场表现是怎样呢 我不评论了 总之就是告诉大家 便宜了 没什么特别 好了下一单新闻 香港大学的护理系营生营Ocamp 即是Nursing 我以前读的那个是 传出在营生营中 有学生公然吸食火麻人 而且有新生声称被学长咸豬手 这个自称是新生的人在网上发帖 就说祖爸祖妈公然吃这些 叫其他人吃 玩一些濕身活动的时候 然后不准穿深色衣服 希望你穿白色衣服 因为湿了水的话透底 还有我想说 你读护士学系的话 那里是尼姑庙 我读过 40个学生 我计算是只有5个 5个还是7个男生 那你就想想 其他三十几个都是女的 如果你做祖爸 你是师兄那些 大把女学生 还要逼人穿浅色衣服 然后玩水游戏 目的想透看 目的想想又飞飞 最后 港大的护理学系 接受社交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说 已经在审视有关的言论 承诺就会秉公办理 如果被人捉到 谁有份吃的话 随时踢出校 不单止就是说 会不会坐牢 但踢出校这一件事 都大机会 还有也都说 有些祖爸 就特意对我无手无脚 其实大家想想 那些人其实都是 十八二十岁那些 其实是性欲最旺盛的时候 还有他们 又未接触过真正的社会 所以都不明白到 就是说 你亂做事 究竟你真正有什么后果 是不是 即是我们都叫做 出来社会 即是我 都叫做 几年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就算怎样吸引也好 但你要明白 你亂做错事 很大代价 但对于一些同样 都是学生哥 他们没有那么多 这种概念 去约束着自己 所以为什么呢 通常学生 是玩得比成年人更加放 如果 成年人都玩得放的话 通常他们都是 很有钱 然后自己 会懂得收收买卖的 不像那些学生 他们玩得瘋之余 他们不会收收买卖 是更加高调 公开唯威去玩 遲早会害死自己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57岁的男子 行山失踪这件事 仍然还未找到人 整件事都 但是 仍然有很多人在找他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明明前天打电话 通知到家人 为什么还可以找不到人 你打电话 可能描述一下自己在哪 又或者你见到什么 大概哪一个位置 出发走了多久 其实说多几句 人家有线索都可以救到自己 但是 总之 这单新闻 奇怪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李家超在昨天和团队 去到沙田观纳中学 去进行2023施政报告 第二场地区咨询 会上多名市民继续关注青年发展 和人才培育的问题 一个升读中六的女学生 在第二轮小组议论中提到 我们说要回到内地考察 但是 12个小时的考察中 有7个小时在旅游巴度过 到场的教育局局长 蔡若年 听到不禁嗷嘴 就说 会将这名女学生的建议 去丰富局方的考察行程 不要说弄到整天在车上 7个小时在车上 那就是为了做个样子考察而考察 但是其实又不怪的 因为你去一个旅行团 一天的话 你就不需要订酒店 你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因为一旦过夜的话 对于学校很麻烦 又要跟家长讲清楚 又要订酒店 又要等 但如果你一天来回搞定 你只订一辆车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迫在一起 还有就是说 香港和内地是有段距离 那你真的有时候 你不是坐高铁的话 你就要在那 转几个小时旅游巴 对不对 这个物理距离是改变不了的 那你又要上去 你又要快舞 那你就唯有 就像那些购物团 坐好内车 然后景点就行很少 然后就走路走路去买东西 去买东西 其实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得着 那种 真是纯粹为了做个样子 但是 对于中六学生来说 我都被战DSE 大哥 我还跟你搭车上去 你给时间 我自杂温书好过 对不对 所以就怎么可以更加好 去平衡到这些事情 蔡若莲就慢慢去想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港人不想消费就已经成为了习惯 在26日 是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据出入境的数字显示 那一天就有超过26万的港人不想 在暑假第三个高峰周末 当中三大关口 罗湖 罗马州 深圳湾 合计有20万人次 内地就继续去实施黑马 在昨晚的午夜十二点 黄江口岸就一度逼爆 有香港人就反映 有不少人不懂黑马 塞住关口 搞到一吐气 不想消费 不过就 我都很想回去玩 但我始终放不下 我都是希望继续工作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核污水 跟着盲腸炎事件 亦都揭露到 原来香港有些食盐 是没有列出它的原产地 看到标签法上面有漏洞 以前标签法最多说 究竟这罐汽水里面 有多少用什么原材料去做 但是 没有列出原产地 现在大家日本盐肯定不会买的 所以有议员就敦促政府 去修例去堵塞这些漏洞 当然最好 什么是来自日本的 说清楚 等我不买 是不是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有不少青年就会透过手机去结析网友 警方就在今年的上半年就接驳24宗的学生 遭到网友咸豬手事件 年纪最轻就去到九岁 警方一项调查就发现 网络游戏当中就充值着网络诈骗 引诱 例如说 我给你武器你让我摸一下你 还有一些就是 泄露个人资料和网络欺凌等等的陷阱 当中的不良分子 会以游戏武器金钱作为交换条件 去约学生单独见面 趁家人不在就上门 甚至乎以情侣相称 谈情说爱 更加是逼使一些学生 去拍一些丝密的自拍照 这些相当得人害怕 也不知怎样形容 总之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的话 留意一下他们打机 就不要学会这些坏朋友 下一单新闻 关于国商之处事件 早前有报导引述资料 如果高智活来港 会被警方国安署拘捕 高智活曾就着这件事 去信保安局和向警方查证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昨天回应事件说 不做评论 但是指出 如果有人写信给我 例如一些财问 我是不是被通缉 我来你会不会拘捕我 我是不会回答的 我就不会告诉财 我拘捕你 期待高智活来香港 拿回国商之处 就是撕回来 还有我都期待他来 因为我都想见到国安拘捕他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和儿童权利关注组 报调查发现 有六成受访的基层儿童 就在暑假并无安排任何暑假活动 当中有超过九成人表示 他们的家庭在应付暑期活动开支上 是感到颇为困难 和非常之傲老的 那又怎样呢 暑假不一定用钱的 是说你根本不爱爱你儿童 你把所有东西交给其他人 你就要付钱了 例如说暑假 你可以和儿童一起去 运动场跑步 但是你自己大人 你十年都不跑钱 你带儿童去游泳 你花多少钱 还有大把东西可以去做 陪儿童去游泳书 陪儿童去行山 那些你自己不动 接着又说什么 我没钱了 儿童暑假报不了活动 你不要玩了 大哥 你说出来自己也不知丑 接着又是想政府给钱 最好所有东西政府给钱 接着最好所有东西都可以动 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说 有时候暑假大人不安排活动 已经对于小朋友来说 是最好的活动 你不要常常在逼小朋友 有时候我发觉 这个时代 太多大人不负责任 你自己连大人的职责都没做好 经常说 小朋友怎么怎么 小朋友怎么怎么 你做好了自己没有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将军奥发生了交通意外 昨天下午6点 一架私家车沿着陪城路 駛到坑口站对开转入文曲里的时候 碰到一个37岁的印尼籍女子 她手、脚和后脑受伤 一度陷入昏迷 经急救后回复清醒 由救护车送往伊丽莎白医院自来 私家车30岁性简的男司机满身走气 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 涉嫌走后驾驶被捕 正在被扣留调查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为了配合粤港澳三地的联合反罪恶行动 警方一连三天进行了反三合会行动 针对一个三合会团伙 成功瓦解了一个高利泰的集团 并且打击到他们的收入来源 行动中警方倒破了两间持牌放债人公司 和一个收款中心 四个非法赌档和一个非法加油站 合共拘捕了83个人 当中逮捕的人包括首脑和妻儿 并且在行动中捡获到1200万的现金 相当之好 拉完这些坏人 这些钱最好充公给政府 等政府可以多些钱用在民生上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全湾发生了火警 在28日凌晨4点 当局接驳在海霸街海霸楼住客来电求助 有龙烟攻入他的单位和走廊 未能够逃生 消防接报到场 初步得息 此外 龙烟是源自于鄰近的曹工坊一间食市 当时厨房正在油炸食物 怀疑抢火烧着油烟槽 导致大量龙烟露出 并且烟攻到其他大厦 消防开喉救息 同时协助被困住客到楼下暂避 火警当中无人受伤 初步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荃湾接获了药物快餐车 在昨天早上10点33分 荃湾特区的特衔队警员 在八田霸街巡逻期间 发现了一个私家车旁边的男子 刑跡可疑 于是在他身上搜 最后搜到总值66,000元的药 经过初步调查 22岁姓杨的男子 和50岁姓梁的男司机 涉嫌贩卖药物被抓 下一单新闻 在西湾河经现巨网 昨天下午3点 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 指逃经中华基督教会 基湾小学附近三坡楼梯 发现了一条4米长的大蛇 警员趕至现场时 果真发现蛇中 立即通知蛇王到场将他活捉 初步相信是网蛇 事后由警员带回警署跟进 下一单新闻 为了配合粤港澳三地的反罪恶行动 警方在昨天早上9点在上水区展开打击非法倒档的行动 赌破新运路一个怀疑攻下的非法倒档 警员在行动中拘捕了一个52岁姓河本地男子 涉嫌经营赌博场所 另外场所内的5名人士 很多人因为有5个本地男子 3个本地女子 14名内地男子 一炮过这里加上 22个人被人捉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今个月24至26日 一连三日又展开了反罪恶行动 最后突击搜查多个的厨所 包括酒吧、麻雀馆、住所、商业大厦 拘捕了68个人 他们年龄介乎17至57岁 发现有些人收债的时候 用吉仪、仪式的东西去吓債仔 以及开酒吧的人 趁客喝醉了后 不断滑爆信用卡 相当之痴烟、相当之不得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下午4点 警方接获报案说 一个七十余岁的老翁 在清水湾第二湾泳滩游泳时 遇历,救生后把他救起 但老翁昏迷不醒 立即把他送到将军奥医院抢救 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下午2点 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 他父亲在西贡惠民路28号 对开的60米海面遇历 然后由泳客救起 但昏迷不醒 同样送到将军奥医院抢救 据了解 事主姓王80岁 经过抢救后回复清城 下一单新闻 昨天在柴湾8点37分 警方接获一个75岁姓郑的女子 家人报案说 她75岁的婆婆 倒饿了在柴湾的 兴华村落兴留的单位 怀疑女子用一把15厘米长的山果刀 捅入自己的地方 空口、腹部大腿被割伤 陷入昏迷 救护人员把她送到东区尤德夫仁拿打掃医院治理 警方在现场没有检获遗书 据了解 女子有身体病和情绪病的记录 下一单新闻 网上流传了一段车镜影片 怀疑有人走后驾驶 自炒撞铁栏后再冲灯 最后难逃发望 这段片段显示 在27号凌晨4点 片主沿着大河道往沙咀道方向行驶 但前方有一架白色七人车 驾驶态度欠佳 短时间内租到前车两次切线 片主调气不顺 接着打开车窗和对方理论 但对方怀疑不太清醒回应 就说我闪你便闪你 其后双方下车 片段当中传出了几下的撞击声 但看不到状况 片主回到车上后立即报警 Joe就说我被人打 但另一架车的人趁着人报警的时候 应该打算走 但自己就失控向前驶 撞向了铁栏 然后再冲红灯 不顾而去 相当之瘋 但不要紧 这些拍了车牌的警方一定会找 顺便查一下 究竟喝了酒还是吃了药 这些人就准备大件事了 真是很疯 在街上 幸好凌晨4点去患冲直撞 如果在早上撞的时候 真是不知怎么办 下一单新闻 医院管理局在昨天公布 药物送帝服务将在28号期 扩展到新界西医院联网 到其时所有的联网专科门诊 长洲除外都可以提供这一项服务 所有的专科门诊的合适病人 都可以在诊证完之后 就选择送帝药物去到家 又或者香港的指定地址 折散轮后拿药的时间 不过大家就不要觉得那么爽 因为这一项服务 送货服务是要付钱的 运货就划一收费65元 即是说就算你在哪里看 你在东九龙看完 你要把药物送去西贡 其实价钱都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详情 大家就可以去医院 去诊所那里问回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去说了 因为我自己偶尝都要看政府医生 所以我个人建议 大家最好弄下HAGO这个APP 因为很有用的 有时候 复诊的时候 那张纸 有时候加半年加一年 你怎么找一张纸给你 但用手机HAGO的时候 我就这样拿手机给人嘟 因为我张纸会不见 我手机不会不见 所以自从有了HAGO之后 那些什么复诊纸 我都不再用了 不过HAGO要开通账号的话 你都要个人 就去到给些人去嘟一嘟你的账号 总之 是有点点复杂事要搞的 就是我家人 都是要我帮忙才开通到HAGO的账号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沙地亚拉伯 将中文科定为必修科 规定他们的学生 你每个星期都要有两课中文科 好 其实就是代表了 这个国家对于中国的一种尊重 还有明白到就是说 可能随时英文都未必再是世界的主流 还有很多沙特的居民都认为 如果学习中文、学习汉语 是将来会能够为他们 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相当之好 学多些中文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福岛的合污水 浙江成立了专班 在温州的海域 就会启动每两个月一次的採养监测 监测多些是好的 每两个月一次 因为我今天都收到个信息 就是有些人跟我说 会不会日本是玩东西 知道现在全世界看得实 那就放些干净水 但是 去到大家 没有再盯着它的时候 我就放些真正的污水 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日本它有它的数据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数据 总之就是说 别人说些什么信不过 你怎么知道别人说排放三十多年 在哪一年的时候才排放最毒的水 你不知道 可能头一两年 头五年 没什么的 但五年之后大家习以为常 那就把这些坏东西倒下去 接着大家发现 可能经过365天 终于兜到来香港的时候 大家就恨错难返 原来日本这样害了大家 接着他们又可以啪啪屁股就说 不好意思 倒就倒了 那没有了 都在海里留了365天 那你自己看着办 到其实日本这样说话 哇 我们真是奈他不喝 那真是没办法的 好了 那最后一单新闻 又是关于这个合污水 台湾的驻日代表 叫做借长亭 在26号在Facebook发文就表示 311地震之后 世人对放射性的议题 就有点敏感 那他就说 其实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反而对身体有益 引发争议 喂大哥 你不要把东西说成微量就好了 什么 微量的矿物质 微量的氨基酸 就说对身体好 微量的维他命C B B D A 就对身体好 什么微量性的放射性物质 对身体好 你全部放射性物质 你是由基因层面去破坏我们的细胞 大哥 你怎样对身体好 你说用核辐射来处理癌细胞 如果真的有这种医学技术的话 我就承认了 但是暂时 这么久以来都还没听过 用核辐射 专治对付癌细胞 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所以不要乱说 什么对身体有益 是啊 这么有益 你自己去喝盒污水 不要排下来 叫台湾人一起喝 这么有益 这些我们不对 台湾人你们都喝光 所以也有很多人 连台湾人都说 蔡英文的政府到处都充斥着这些厚颜无耻 将有毒的东西就说成补品 完全是把台湾省的人民健康福祉 视之为母 期待了 即是就来都去到年尾了 究竟台湾大选会怎样变天 居然去到这个时候 还有些人说这些妄居的说话 简直是为蔡英文的党和蔡英文政府倒米 好了 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就待会再见 星期一大家一起努力 继续努力工作 好就是这样 拜拜